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来平安 我们请来思想尼西米记第三章 感谢神在第二章的时候 尼西米就鼓励同胞们 起来重新建造圣城的城墙 然后他们都很勇敢 费勇做这善工 百姓们都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因此第三章就开始进入建造的行动了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 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起来建立阳门 分别为圣 安立门扇 又逐城墙到哈密亚楼 直到哈南夜楼 分别为圣 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 其次是因利的儿子 萨克建造 哈西拿的子孙建立渔门 架横梁 安门扇和拴锁 其次是哈克斯的孙子 乌利亚的儿子米利墨修造 其次是米士萨别的孙子 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 其次是巴拿的儿子萨都修造 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 但是他们的贵胀 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 他是之前跟着索罗巴伯 一起回耶路撒冷的 那个大祭司约书亚的孙子 大祭司以利亚时 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 安立门扇 又逐城墙到哈密亚楼 直到哈南夜楼 分别为圣 首先起来做榜样的 就是祭司这些神的仆人们 这给我们很好提醒啊 在教会里面传道人啊 要凡事做榜样 要冲第一个啊 这样弟兄姐妹才愿意跟哈 那这个阳门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圣城的北边 因为圣殿跟国王的王宫 都是在圣城的北边 所以通常敌人来攻打 都先从北边直接攻打 因此呢 就是这个先从最重要的北边 开始建造 交给大祭司他们来处理 那也修筑了两个楼 就是这个哈密亚楼 哈密亚楼就是一百楼的意思 直到哈南夜楼 这就是保护那个圣殿区的 两座重要的塔楼 之前在第二章的时候 尼西米跟王要木材 说他要来修缮 属殿 迎楼之门的衡量 就是指这两座楼 第二节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 其次是因利的儿子 撒科建造 我们会往下看会有很多 住在耶路撒冷 附近的一些外族人 他们也都一起同心来建造 让我们很感恩 有时候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 有些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 或是也被我们的意向 所感动的非信主的人 他们有时候也会投入 一起来有份于神的工作 神也必纪念他们 甚至因为这样 他们参与了教会的一些 有意义的圣工或活动的时候 或参与奉献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慢慢就进入教会了 我想我们不要把这个分得很开 因为有时候神就是透过这样的 行动让他们慢慢有份 那我们往下看第三节 哈希拿的子孙建立渔门 渔门就是在渔市场附近的门 就如同阳门 是就是他靠近圣殿区 那因为献祭要很多 要献那个阳做祭物 那阳都从那边出入 所以叫阳门 那就一样 这个驾横梁安门上的拴索 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 乌利亚的儿子 米利墨修造 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 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修造 很特别 这个米苏兰 还有这个米利墨 他们都分配到两段 因为到后面一点 21节以后 我们看见他们的名字又出现了 代表他们是特别有能力了 弟兄姐妹 在神的国度里面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神又给我们什么 我们就多多的摆上 因为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 运神 祝福大家领受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其次是巴拿的儿子 撒杜修造 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 但他们的贵奏 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 什么意思 提哥亚人他们也不是以色列人 但是尼西米一样 这个邀请他们一起来 有份于这个城墙的建造 但是提哥亚人他们的贵族 却不愿意 所以他们就派提哥亚人的平民去工作 他们不愿意用肩 肩膀来挑他们主 主这边其实原本是官长 就是指尼西米 或是这些犹太领袖 不愿意去自己来承担这个 建造城墙工作 他就派什么样 派他们自己的平民来做 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神国的事情 教会的建造 不一定真的每个人 他都有那个愿意的心 就是会有人不愿意参与 那我们也没关系 就是神有他的时间 我们不用对他们恶言相向 让神自己去感动他们 时间到了 他们自然会参与 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 与彼所带的儿子女书兰 修造谷门 驾横梁 按门扇和拴锁 其次是 鸡变人米拉提 米伦人亚顿 与鸡变人 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 米斯巴人修造 其次是 银匠哈海亚的儿子 乌靴修造 其次是做乡的 哈拿尼亚修造 这些人 修监耶路撒冷 直到宽墙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 霍尔的儿子 利法亚修造 其次是 哈路摩的儿子耶大亚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 哈沙尼的儿子 哈图修造 哈林的儿子 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 哈树 修造一段 并修造 卢楼 其次是 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 哈罗黑的儿子 沙龙 和他的女儿们修造 这边所讲的几个 欺骗人 米伦人 还有米斯巴人 他们都是属于 大河西的总督 所管的人 但其实 耶路撒冷也是属 大河西总管所管的人 他这边要强调是说 离那些 离耶路撒冷 稍微远一点点的 这些外族人 他们也一同 来修造 回应 那更何况是 犹太人自己 更应该要回应 有时候 不是我们教会的 基督徒 或是甚至是 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 都比我们自己教会的 弟兄姐妹 还更热衷的回应 教会的需要 和服事的时候 那我们自己教会 弟兄姐妹 就要好好反省 检讨了 第八节 其次是 银匠 哈海亚的儿子 乌靴修造 其次是 做香 香是指 那个香料 要去 献祭的时候 要使用烧的 那个香 烧香的香料 哈拿尼亚修造 这些人 修监耶路撒冷 直到宽墙 其次是 管理耶路撒冷 一半 护尔的儿子 立法亚修造 管理耶路撒冷 一半是什么意思呢 在波斯时代的 耶路撒冷城 被分成 五个小区 其中有一区 就叫做 耶路撒冷区 那每一区呢 都会分成 又分成两半 所以各有一个副区长 在做管理 所以这个人就是 耶路撒冷小区的一个副区长 第十节 其次是 哈路某的儿子 耶大亚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接下来会有很多人是 他的责任区就是 正对着我自己的房屋 门口前面的那一段城墙修造 就代表就是说 这是你该负起的责任 因为建造圣城 人人有份 建造教会 人人有份 你应该把 你自己应该负担的那一段 把它建造起来 你不修造 你家门口那段城墙 谁帮你修造 你的安危 你自己都不看重 那别人为什么帮你修造 我想这个是 教会的是人人有责 其次是 哈萨尼的儿子 哈图修造 哈林的儿子 马基亚和 巴哈摩亚的儿子 管束修造一段 并修造卢楼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 另外一半 哈罗黑的儿子 撒冷和他的女儿们修造 这边很特别 连女性都起来修造 因为在以前 这种建造的事情 是拢不到女性的 但是现在怎么样 因为时间很紧迫 而且是情况很危急 所以不分男女老幼 不分以色列人 或外族人 通通投入了 所以你如果是 这个当中一份诚 你再不投入 真的是说不过去的 哈嫩和萨罗亚的居民 修造谱门 利门 按门扇和拴锁 又建筑城墙一千轴 直到粪场门 管理伯哈基林 利甲的儿子 马基亚 修造粪场门 利门 按门扇和拴锁 管理米斯巴 各河西的儿子 沙伦 修造全门 利门 盖门顶 安门扇和拴锁 又修造靠近 王源西罗亚池的墙园 直到那从大卫城 下来的台阶 其次是管理伯素一半 鸭捕的儿子 尼西米修造 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 又到挖城的池子 并永世的房屋 大卫坟地 这个坟墓是附树 所以就是大卫所修造的王家 王室的这个坟地 又到挖城的池子 并永世的房屋 这是以前大卫的那些 这个永世所住的 战士所住的房屋 你看这边讲了很多 就是很多细节 什么 立门盖房顶 安门扇和拴锁 这些细节都讲 让我们想起什么 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 他把每一个小细节 都讲得一清二楚 而且都一直重复 谁做了什么 谁做 其实每一个人做的都 内容都差不多 可是摩西就是 把每一个人做 把哪些人 以及他们所做的 每一件大小事 全部都记载下来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 因为神纪念 每一个人 所做的每一件大小事 神都亲自纪念 包含尼西米西 这边建造城墙也是 为什么要写这么 这么冗长落地八说 因为神纪念 其中的每一个人 所付出的 每一件大小的事情 神都纪念的 其次是立位人 巴尼的儿子 立红修造 其次是管理 基伊拉一半 哈沙比亚 为他所管的 本境修造 其次是立位人 弟兄中 管理基伊拉那一半 西纳达的儿子 巴瓦伊修造 其次是管理 米斯巴 耶稣亚的儿子 以谢 修造一段 对着武库的上坡 城墙转弯之处 其次是撒拜的儿子 巴瓦 杰利 修造一段 从城墙转弯 直到大祭司 以利亚时的府门 其次是哈克斯的孙子 乌利亚的儿子 米利墨 修造一段 从以利亚时的府门 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 其次是 住平原的祭司修造 其次是 汴雅米与哈树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 亚南尼的孙子 马西亚的儿子 亚萨利亚 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 对着武库 就是军火库的上坡 城墙转弯之处 其次是 撒拜的儿子巴瓦 竭力 竭力原本是狂热充满热情 因为他太投入 太嗨了 所以尼西米特别讲说 这个人很投入 他也修造一段 他从城墙转弯 直到大祭司 以时亚利的府门 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 乌利亚的儿子 米利墨 刚第四节出现过了 这是他负责的第二段 因为他能力够 修造一段 从以利亚时的府门 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 有能力就多做一点 神也悦纳 二十二节 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 其次是 辩雅敏和哈树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辩雅敏跟哈树 他们两个人 两家合住 一个房屋 代表他们可能经济 状况没那么好 但两家一起 富起 他们家前面那段 城墙的建造 因此弟兄姐妹不论贫富 都应该竭尽自己的能力 来为神的果汉教会摆上 其次是 西拿达的儿子 和突出来的城楼 尼亚的儿子哈纳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 其次是 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 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亭宁和商人的房屋 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 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 尼亭宁也是外族人 但他们是在圣殿里面 这个工作啊 劈财啊 挑水的一群人 那他们住在俄肥勒 俄肥勒是三缸的意思 就是小丘陵 他们直到朝东的水门 对面盒突出来的城楼 其次是戈提亚人又修造一段 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 直到尔菲勒的墙 戈提亚因为他们的贵奏 贵族不愿意工作 把责任丢给他们戈提亚的平民 以至于戈提亚的平民需要 为自己负责的那一段修造之外 还要帮贵族那一段也负起责任 弟兄姐妹 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 在神的国的事情上 你不去做 你就会累着了 你的弟兄姐妹帮你做 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提醒 28节从马门往上 就是迈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阴迈的儿子沙都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 是玛雅修造 其次是逆米亚的儿子 哈拿尼亚和撒拉的第六子 哈勒又修一段 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 第四节出现过 他能力好 他又对着自己的房屋 来修造一段 其次是银匠玛基亚修造到 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 对着哈米佛甲门 直到城的角楼 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 和阳门中间修造 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阳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起来建造教会 主啊建造神的国度 主啊是人人有份 不分男女老幼 不分有钱没钱 主啊不分主啊信主很久 还是信主很短 主要是只要是神的工作 教会的圣工 我们人人都应有份 主啊有钱就出钱 有利就出利 主我们自己那个责任 那段不负 就会累着其他弟兄姐妹 要替我们做 因此我们应该要忠心的来回应你 谢谢主 让我们起来建造吧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